服務學裡面早有的尹醫師也有PH資格的人 他目前是台大聖章哥的副教授 同樣也是商業週刊選出來的百大名醫之一 事實上今天的主題是他歐克蘭 我們請楊醫師開寫 這邊謝謝胡教授介紹 也感謝各位前輩的麗麟 蘇老師這邊講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我這邊講的想法 其實把另外一個面向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我們在講環境讀物、講食品的時候 新聞媒體其實是我現在最想要教育的對象 在這邊其實是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對象 講食品的安全 過去我在台大所謂的Coursera 跟Moc的課程 就是Moc Online Open Course課程裡面 一開始提到的是所謂的 食品安全與獨立 這一個年度 大家可以先看到這個獨到之處 食品安全與風險分析 其實是下一個階段 明年度會launch的一些課程 因為我覺得應該有機會跟大家先分享 所以待會這個可能就先拍我就可以 不要拍出去 因為這個版權屬於Coursera跟台大之間 露出去的話 台大可能要跟人家吃官司 那我講這個食品安全跟風險分析 這個概念裡面其實是要強調的是 要讓我們全民有思辨的能力 那很清楚的 我們現在的環境是回不去的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那麼大的環境回不去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倒過來思考 我們台灣的平均年齡 已經從上升到80歲以上 那都是我們醫界的努力 跟整個醫療的前進 所以從過去的 commutable disease 現在是non-commutable disease 從所謂的感染的 到現在非感染的 那變成癌症 代謝症候成心血管疾病 不同的疾病的pattern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的壽命是延長的 要告訴人家的是這一點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 是大家的努力 然後呢 那你還擔心什麼 想當初我45歲 我應該是開始想說 蘇東坡和黨人共 事忙忙的仿常 看我不會青臭 雖然說我現在看我不會青臭 可是我說45歲 去外面跟人家講我老 我想會被打 因為好像是青壯年 可是離我們的80歲 跟當年的一甲子 要過一甲子的瘦60年的 好像那個spectrum是不同的 那spectrum不同的 代表意思是什麼 我們其實是要活得開心 跟健康 其實我們已經有更多的時間 去manage我們 我們應該有的 退休的年齡 所以現在退休 公費65歲 以後說70歲 我是從公務人員體系底下 本來說75字了 現在已經到85了 很像快變95了 以後變成100字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人講說 未來我們人類的壽命 平均要120歲 所以大家可以去思考 所以在這種前提之下 我在講 市民安全跟風險分析 最強調的一件事情是 它的風險 這個風險的社會 它風險分析 是有很多的component 這些component 我們要去做的事情是什麼 其實是要做 要做評估 管理跟溝通 其實最重要的是溝通 因爲什麼 人不怕怕怕 從來沒有一個人 現在是產生不老 不過現在情死亡也不會是小嬰 沒錯吧 所以在這種前提之下 讓朋友能夠comfortable 安全跟安心 兩件事 你要能夠安心 你才能夠開心 那問題真的是 是絕對安全嗎 沒有絕對的安全 沒有絕對的只有相對的 在這種前提之下 我就來跟大家講 市民安全它的 分析它的歷史背景裡面 其實我們市民安全的環境 其實該改變 我們系統 其實安全系統 WHO FAO 其實整體是開展開來 從95年 97年 98年 針對市民安全風險分析 三個大的層面 都有 大家得到共識 問題叫做共識 這件事情 你看 95年 96年 到現在2016年 剛才 台灣現在的食品安全 還沒有任 在推 食品安全的風險分析 這件事情 不是風險評估 我們前天 所有人都在講 食品安全的做 要不說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 是科學的概念在做的 所以最重要一件事情 是什麼 你只要是鬥科學的 你跟我做出來就是一樣 跟我們高總經理 實驗室做出來的也是一樣的 答案實驗只有一種 為什麼 它是科學的 所以呢 這過程中 其實呢 我們科學的東西出來 最重要是溝通的 我們前幾天 工廳會 秀帕 沙岡辦十場 欸我去了好幾場 可是我從來沒有機會 上場跟所有的民眾都溝通 我們只要想一件事情 全世界都開放 為什麼台灣沒有開放 為什麼 因為我們堅持 我們的食品安全風險分析的一個概念 更重要的事情 還沒有風險 有 絕對是有 但是呢 食品安全風險分析 風險評估的結果 不是你風險評估 健康風險評估而已 還有很大的重要事情 它是國際貿易的關稅壁壘 所以韓國現在接受 日本 針對它食品安全的一些訴訟 WHO 和TO裡面的調處 那 它是國際貿易 所以我告訴你 小國 我們一直不要覺得 我們是中國 差很多 台灣就是台灣 很小顆的 所以小國要小國自處知道 如何在降空中 求得最大的生存 才是重點 所以政府沒有講真話 其實 前幾天是不是在做 日本跟台灣的交流學會 對談 直接做起來 因為已經設定那天一定要談 怎麼三個月 怎麼樣工錢 工錢會要按照程序做 沒辦法按照程序做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首先因為打了一架 坐在那邊 小英政府也很硬 我們有我們考量 你看我們打成這樣 你是要害我 所以 很多 一場遊戲 一場夢 要看 我們在酒看 酒以後我們就知道 那場 那場遊戲 那場舞台 我們要有 我們獨立思變的 不用太怕了 那一台太怕了 用心香就可以 太怕了 好 在變動中的實案政策 其實很多 從過去的 實驗性的 裡面的化學物質 像這個DHP 塑化劑等等 添加物 農藥等等 這些東西已經走到現在 基改食品 環境污染物 為什麼 我們關注點 越來越多了 所以在這種前提之下 我們要確保 這個食品安全 其實是 在全體國民的 健康訴求以下 還要看什麼 跟你講沒有錢 都買不到食物可以吃 最大的食品安全問題 是餓死 可是在台灣沒有發生 可是台灣會不會發生 想要我們經濟完全崩潰 我們這個蛋丸之地 沒有靠外貓衣靠什麼 可是政府都沒有跟你講 每次都叫一個 所謂的專家學者上去 然後被 來福槍 就掉下來 換下一隻 下次再換下一隻小鳥 後來所有的專家 都沒有人願意出來講話 就是這樣子 已經死掉所有 所謂的毒理學相關的評估 所以他們叫我一定會閃 我沒有那麼笨 會閃是 但是我們應該還是要持續做 所以食音性能有很多 變動環境中 我們不管聯合國 世界衛生組織 國際法典總會 其實對於風險評估 很少就認為說 應該要把科學概念放進去 所以你看風險評估的概念 三個核心 95、97、98 其實都已經去做 二十年來 我們的政府都沒有在 對世界安全風險評估 風險分析這件事情 真的去把它當作一件事情 大家都是這樣 專家學者共識 為什麼 而且是他發計畫叫你做 欸 政府 風險管理機關 launch 一個計畫 叫你做完之後回來 它要做為風險管理的一個依據 聽起來也是怪怪的 對不對 雖然說拿到計畫前 還是可以做事情 但是做出來之後 誰會相信呢 這是最重要的 過去是這樣 我們要回到這樣子的嗎 這是我們聖誕科 看到的 後期 Dializer 拿來變成一個 組織我們實驗性的傷害 它是發生的 我們千萬不要忘記 這件事情在世界上 在地球上是持續的存在 更重要的事情是 這個是我們是認為的 食品安全法裡面的食品添加物 什麼叫添加物 請問食物是要添加嗎 一定有特定的目的才要添加 那請問添加順丁吸二酸的目的在哪裡 吃起來比較Q 價格比較便宜 然後呢有競爭力 你有沒有發現 我記得講的都是劣幣毒兩幣 為什麼成本這樣子 Cost Reduction 的結果 不管這樣子的結果是怎麼樣 有沒有讀信食藥署裡面怎麼說 怎麼會相信呢 那請問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誰要負責 我跟日本朋友在談這件事情 他說 神經病怎麼 他就這樣講你 怎麼會這個國家會出現這件事情 他講得大聲其實他們也是有 這是Truth 但是呢 這件事情告訴我們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食品安全 要負最大的責任 現在來問卷調查 認為是自己的責任舉手 應該沒有人 有喔 這太偉大 認為是政府的責任的請舉手 你看有 認為是廠商要負最大的責任舉手 當然是廠商喔 你賣東西給我 你不確定裡面是安全的 我賺錢給你買 對不對 川普普打電話來了嗎 對不對 有這麼好的Client 我們不能接個電話嗎 對不對 可是欸 好像我翻譯是 裡面五種裡面一種 抱歉 天家紀裡面 台灣既然有天黃 要真正黃 要拿來熏香 新香裡面的黃 二甲金黃 這怎麼會對呢 農藥殘餘裡面 那麼多農藥 農藥殘餘很重要 我們會看到 最主要在代表政府來做事情 我跟你講 這個其實是宣傳最好手法 為什麼 這最好檢查了 而且能拿好標的 把它驗出來 如果有就說 你看你們都沒有乖乖把按照農藥的使用 你要輔導啊 對不對 所以這些東西抽出來的 是簡單 抽不出來才難 不是叫off target 所以我們前兩天的 台大東大以及整個公務衛生學院的一些聯合的Joyle Conference 提到要off target的去找 所以我們公務學院 聽說買了羊腔大炮回來 用off target的方式來找 所以我就要去跟所有全台灣的業者講 我們有off target 所以隨時會抓出來 就像我們高總 其實口袋裡面都有很多的秘密 他都沒有願意透露一下 其實他透露的話 我們其實隨時都可以報復完 動物的用藥 請問萊克多巴胺瘦肉精 今天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為什麼要 因為瘦肉比較好價位 可是瘦肉精吃進去會怎樣 我那個 導生驗大義的學生 去吃大塊牛排1.20盎司 我說好沒問題 可是這個牛 美國牛 門口就貼美國牛 吃完之後 他說老師謝謝好吃 可是講到這個Aluzoma病人 你沒有告訴他是美國牛 他吃了一小塊就一直弄條 為什麼有殘餘 重點不在於 不在於什麼 不在於量 有沒有是用萊克多巴胺 我說我們很多同學 宋槍克的皮膚 有黃醫師我看到了 宋槍克 你用開一點點瘦肉精給病人吸 Belotode agonis 不是我們一天太晚吸嗎 重點不在於我們的瀑 有瀑布的量 更重要一件事情是 有沒有瀑布哪些release release communication就是重要 你只要告訴他一定沒有瘦肉精 你吃了 有事情這家廠商我們就找他算賬 這叫release communication 是labeling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 現在我們同樣的 萊克多巴胺在 豬美豬的問題 遇到一樣的問題 這個開放也不開放 其實跟我們醫界跟營養跟安品 影響最小 最大是農業 你要跟的是 跟整個環境去溝通 你開放這個你想要拿得到 你想要拿到F23 你就只講說我們其實有200億壓在那裡 所以環境污染物 我們剛才提到的 請問你 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 蘇醫師剛才講的 在竹科有佛化物在西中 請問你 從今天開始 我們就把竹科關掉好不好 為了我們的健康 有沒有同意的舉手 我們就collapse 掉了 可是那溪有多大的污染 我們都知道 那溪很巧 竹科是這樣 溪 匯流 所以上游跟下游 so clear 不是你污染是誰 而且兩條溪 一條溪是竹科 一條是另外的 匯流的上游跟兩條溪的差別 也算得出來 那我們關掉好不好 我們在畫上的啦 真的是不能喊爽的 可是這是一件很殘酷的事實 要犧牲國民的健康 這個假如是當選舉的時候 反對黨最好講 對不對 犧牲國民的健康 對不對 可是有很多事情 是要重新去思考的 所以呢 這邊講的基改作物 有類似的情形 誰要負責任 我其實認為是 每一個階段 其實都要負責任 自己要去 扮演自己的角色 我們其實要做的是 要塑造 制度性的管理的機制 才是重點 這麼多的危害機制 危害物質裡面 我現在講的是 這個安全系統 是要科學為基礎 對其他東西 讓大家能夠相信這個科學 我們不是鄉民的社會 我們是科學的社會 500人包圍立法院之後 就要改變國家的政策 這是沒辦法接受 他應該要好好去溝通 得到共識 社會科學 我一直認為 跟我們自然科學不一樣 我們自然科學 有聰明的人 你做的是發現 你發現了什麼問題 發現了什麼疾病 社會科學是做 你發明了什麼制度 改變了什麼制度 讓我們台灣能夠過得更好 所以我們要怎樣 用科學基礎 我們能夠協助 建構更好的一個發明的制度 社會制度 所以安全系統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基礎建設 應變能力等等 這講到政府沒有一個做得到 沒有辦法好好去溝通 更重要是公開透明 所以在推論食品安排系統 有一個前提 這個中心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了 很簡單 請問你今天想要吃一口 那個備注 要考備注 昨天下午 有沒有 或者前天下午 他有可能在白令海峽的海底 剛撈起來 請問食品安全 食品的 international trade 是你自己決定的嗎 已經不是了 請問我昨天跟一個 食品安全的協會 有一些人討論的時候 講了一件事情 他一天準備了七萬個 台北縣市的便當小朋友 請問 有可能 有可能 你的選擇是 十點開始煮飯 十一點熱騰 能送到你的教室去嗎 不可能 所以當年 TPBS 踢台踢爆了 所謂的保鮮劑 在我們的飯裡面是存在的 他是五六點就煮 請問你相對於那些 飯五六點就煮 到中午 受到學生是腐壞的 哪一個風險是比較低的 就管理的層面來講 風險比較低 但是請問你 那些添加物對身體 是好來壞的 一定是壞的 是壞的程度有多大 相對於他另外一個風險 正起來 你覺得怎麼做是比較好 所以整個global的 食必健康 小朋友的健康飲食 你該如何去處理 這個整個去思考 不可以上本刀 最好 這個是不便 所以我們小時候 帶著那個便當 雖然打開來的時候 大家都會比較一下 雖然這個飯都很多 菜開起來都很薄 小時候的時候 那永遠是最健康 為什麼 它的鋪路是最低的 這個添加劑 為了添加某個特定的功能 所以來談談風險分析的一個架構 其實這個核心裡面 最大的風險溝通 風險溝通 在覺得 你覺得是問題的 你提出問題 所有人提出問題 大家認為問題 所以要做風險的評估 所以不是已經 已經破在煤燒 來跟我們開始講風險的評估 然後去做風險管理 作為政策基礎 NO 要不斷的交換資訊 要有關資訊跟意見 跟兩方的 所以評估呢 這是科學的 有四個階段 叫Hazard Identification 第二個是呢 所謂的 Hazard Criticalization 就是劑量跟效應的觀念 第三個 這樣鋪路 最後講風險的推估 風險的電話 我其實非常沒辦法接受 我們現在的社會在講 所有東西都是講 有毒 之後就沒有講鬥死這件事情 這是一定要 記得call in的時候 幫我call進去好不好 一定要call進去 請問你 假如你今天 我們的腫瘤科病房 腫瘤科病房 我們的腫瘤科主治醫師 來到病房 跟病人家屬來 我開一張披霜給你這裡吃 你今天沒記我給你 有沒有 腫瘤科醫師有沒有 開披霜的 三養瘤瘤科醫師 不是每天都在開嗎 而且 最後一線的 請問你最安全的 喝水有沒有 YES 好 YES 運氣不好 請問你們喝水水中毒 有 State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大學生一進去 搞兄弟會 兄弟會 進去之後 有些幫規 對不對 誰知道誰設有幫規 喝五家輪 每個人都散 有個小子 傻傻就把它喝完 就水中毒死了 所以 風險 管理 溝通之後的管理 其實是要 讓公眾能夠去接受關心 管理的是一個動態 它有及時 預警 預防 監控的一個機制 讓管理是個動態 才不會讓 大家在裡面 如此擔心 可以發現 政府 產業界 民眾 我們常定出來的 現在食品安全的法規裡面 其實大約可以問一下 那個高總 那我們食品安全法定了這麼嚴格 執行的徹不徹底 他一定很清楚 想想徹底 台灣的廠都灌光了 所以呢 風險溝通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分三個階段 我們以風險作為討論的核心 來做溝通 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叫做 care communication 第二個階段叫 consensus communication 三個階段叫做 critical communication 那時候就比拳頭大而已 比我們立法會的票數比較多而已 其他都不比了 已經來不及了 很早很早就要做care 就是說 我們現在全民的環境是變的 你要承認 我們的污染源是有的 我們現在的健康 我們的照顧是提升 我們用不同的compens 讓我們全民的健康能夠持續的提升 我想這個才是 所以 不要再講 假如是風險在危機的溝通裡面 最好溝通 就是什麼 我就是坐在旁邊 看他們打架 就可以了 因為假如我上去溝通 我就死掉了 對不對 所以我閃走了 所以進去風險分析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拿小動物犧牲 其實全世界 其實漸漸已經 不用動物了 用一些risk 或stracker predictive model 去做 尤其歐盟 他們現在利用這件事 不是利用 用這件事情 隨便安全分析的模式 來改變 他們化妝品進口的條件 他的條件是什麼 你必須要符合我的毒藥物的 評估的法規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的風險評估 毒藥物評估 要去哪裡做 要去新加坡做 要去歐盟的體系做 為什麼 你才能 meet criteria 所以這是一個戰爭 這是一個economic war 所以 不知道被騙了 所以 國家跟國家 老美 他是以一個committee為中心 包括FDA 消費者 農業部環保署 混合型的 來看一下 日本是獨立型食品安全的委員會 經受很多的 但是他是獨立型式 獨立的機關 歐盟 他支議會裡面 接受這個建議 你可以發現 他從上面而下 從周邊工業界民眾 得到了這樣子的評估 是否要去做 分析完之後 溝通 他是一個獨立的機關 台灣的行政院 我們在理得 評估的機關很像在 很像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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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關係 他其實不是用最專業 Optimal 也沒有爭取 我們那時候覺得 我們一界跟十一品界的 要去擋 當時沒有擋 我有打電話問過高層人士說 為什麼沒有擋下來 他說 你不知道 跟人家談好 就是上個禮拜談的事情 月底要談好 你不辦不行 所以就是 上級交代 完成 所以就完成 所以完成 請問工天會 有沒有很開始 會議開始 有 有 請問有沒有報告 有 可是吵雜聲 有沒有問題 有 有沒有回答 有 有沒有喊結束 有 成功 這就是我聽到的 工天會的過程 但是 That's truth 所以 整個 風險評估的架構 風險分析的架構 我其實沒有要看 大家看那麼複雜 只要看這有多少人 就好 請問台灣的架構 能夠做這樣 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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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架構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別人的平台 去做我們的合同 所以 這個 在風險分析裡面 初步的 然後呢 辯證 要管理方案 旅行決策監督 這個過程當中 我舉個例子 以我們的風險評估 歐洲的生菜 我們知道 H 大腸桿菌 造成的結果是什麼 H-U-S H-U-S 這跟德國發生 德國 欸 怪天怪地 一定是怪別人 一定都是別人錯 馬上就說 這一定是西班牙進口的問題 馬上 貿易上面就close 完全沒有 確確的風險評估的結果 西班牙跳腳 你哪裡說是我 後來都拿出來是自己 西班牙 德國的豆芽菜 So hot 民眾的健康利益是第一個 所以為什麼我們看到 媒體上面 下架是這麼迅速的 因為 他是健康保護 最後一個關卡 而且最有效率的 所以 問題是 請問你 沒有評估的暫自報告 那這個 有沒有國際貿易的問題 當然是國際貿易問題 西班牙當場就抗議 抗議後來的確定之後 開放之後 慢慢來 沒有人還是沒有人敢吃西班牙 所以 對於 所謂的企業 因為食品安全相關造成的 不利益的處分 是很可怕 我們來看下一個 英國藍的 茶 這茶大家印象 應該還有點印象 大家這是搖手搖杯 這花茶 花茶撤出來裡面有 農藥殘餘跟滴滴滴的殘餘 做完這件事情之後 到底是哪裡來的也不知道 重點我們的食藥署 就開始 喝這個茶也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那麼毒 大家聽的都很反感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前提之下 請問 What's the truth? Truth 我講給你聽 DDT 大家都知道 四肌之毒 很多的癌症 想要我們用 所謂Risk 21st metric 去做 紅塵黃色 一開始的紅標危險 綠色安全 中間的一條線 叫Margin of Deporture 是除出來的 是什麼 我們的可接受的 推估的毒性劑量 跟暴露的總劑量 我們可以知道 假如這個蟲的分母 是暴露的總劑量 越小 請問這是越大 就在綠色的地方 就是說 可以接受的是 在這 因為是科學 所以它被全世界公認定下來 你實際上暴露的是這 所以橫軸 是暴露的 縱軸呢 是毒性 所以很毒的東西 在這裡 你只要暴露一點點 就進入黃紅燈 很不毒的東西 你吃了很多 都還在黃燈裡面 但是也有人 喝水也掛了 就是這 所以在這種前提之下 我們來看一下 英國藍德 這暴露的矩陣 Margin of Deporture 算出來的結果是這樣 以花茶 總摄食量 非致癌跟致癌的 毒性的分析裡面 整個算出來 這個全部都是 非常formal的 article 可以去得到reference 這reference 都不用我們再做實驗了 因為已經動物實驗期 我們犧牲了 把摄食的暴露量 花茶的DDT 充泡的稀釋因子 加上溶解度 DDT DDD 三種的 summation 你出來之後 加國人的摄食率 加暴露的摄食率 看這個數字很困難 我直接翻這個給大家看 摄出來的 Undeterminate factor 等等 在這 肝臟被變 在這 不管孩童、青少年、老年人 橫軸是這 重軸是這 這reference Dosage 可以看到 這個MOE 大概都這樣200以上 所以整個事件 是要認出 不足以人體的危害 然後 不構成 是不是要安全 管理法面 構成要改由行政裁法 這件事情 其實我昨天我在Facebook 也有發表 高等法院裡面的刑事庭 40位法官 一致認為 未來不在於 是否有健康受損害 而 當為判刑的依據 這件事情 感謝很多老師 我們私底下去 push很久 講給他們聽 我說 當這個吃了有假 除非他被下毒 有什麼情婦 或者什麼 死對頭 才會發生這種事情 否則吃東西 要到這種程度 不可 所以 高等法院行事庭 做新的決力 是 重新把這個 那請問你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the truth 是這樣 那思辨是這樣 我現在可以訓練 全體的公民 每個人都是專家 我提供平臺 提供如何去 access 然後呢 我現在push 最大的 應該是 隨時是更新國人的飲食設施 告訴大家一個秘密 其實福島的設施 相關區域的 我當天晚上做完風險評估分析 我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 他們有驗出來 買一個東西 我就 所有東西都是那麼毒 都那麼高 第二件事情 只要驗不出來的地方 我就當作是 low limit 年最高 上限值 小於0.1 我當作0.1 國人的設施量 我們算得出來 不管老年 青少年 中少年 到兒童 沒有一個達到 upper living moe star 1 但是有接近 所以他是不是值得我們 考慎 是值得我們要去關注 但是 他並不是 在政治語言裡面 提到的那些東西 好 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次我是非常非常 心愛的 我現在把它 cooking起來 就是叫台灣 Food Safety Promotion Association 昨天日成立的大會 那 做本人 跟一些同好 希望能夠在市民安全的促進上面 能夠給大家 以教育為中心 以風險評估為核心 更重要的事情 我們也隨時提出很重要的議題 那這邊跟大家說聲謝謝 這份新春文馬上就要出來的 在16號的時候 也希望大家一起來 共襄盛舉 謝謝 謝謝大家